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0月3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這裡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蔡相關浩亭 今天在社交網站上公布 撤回取消富人稅的計劃 她說政府早前公布的米里預算案 最初制定的新方案是為了刺激經濟 但取消向高收入人士徵收45% 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所引發的爭議 轉移了外界視線 也忽略了政府應對挑戰的工作 政府聽取民意後 決定不會繼續推行有關計劃 希望將焦點回歸刺激經濟方案的其他部分 包括能源價格保證 減稅和加快多項機坐建設項目等等 關浩亭之後又想節目解釋 說民意令她更謙卑和得到懺悔 她會為今次計劃負責 但沒有考慮過要持去財商的職位 關浩亭又說有持續和英國首相卓偉斯相討 強調今次是他們兩個人的共同決定 卓偉斯的發言人在政策改變後會應查詢 說卓偉斯仍然信任關浩亭 卓偉斯又有信心國會之後會通過 撤回取消婦人稅後的迷理預算案 在昨天卓偉斯仍然堅持不會撤回有關計劃 但卓偉斯今天在社交網站表示 現時應該聚焦建立高增長的經濟體 為世界級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 增加工資和在全國創造更多機會 英國執政保守黨今天繼續在百名項舉行黨大會 會場內有大批民眾示威 不滿卓偉斯和關浩亭 在上月23日推出的刺激經濟方案 包括大幅減稅、增加政府借貸等等 上月推出的迷理預算案 一度動搖投資者對英國政府的信心 令英鎊大幅貶值和國債價格急跌 現任銀行更加一度要入市干預 下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卓偉斯上星期六十月一日 與丹麥首相佛雷德里克森會面 上討近日發生在北溪管道爆炸、 風力發電和安全合作等議題 雙方一致同意北溪管道是被人蓄意破壞的 在會面前夕 首相卓偉斯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 接待丹麥首相佛雷德里克森 而當時住在唐寧街首相府的 首席部署大臣 拉里 其實是一隻貓 他就站在門口 好像陪同卓偉斯 攻後丹麥首相佛雷德里克森 兩個人站在唐寧街門前合照時 卓偉斯向佛雷德里克森 介紹這隻首席部署大臣 但是拉里這隻貓 他就非常地面子 就轉身離開 英國媒體報道 今次不是拉里第一次拒絕卓偉斯 往往有不少相片都顯示 當卓偉斯經過拉里的時候 拉里明顯是 另頭或者背對卓偉斯 而拉里的社交平台 Twitter帳號日前也更新 說笑地說 要在卓偉斯去百名漢 參加保守黨大會的時候 更改手上府的大門密碼 下一隻新聞 英國星期日郵報報道 手上卓偉斯 和25名內閣官員的私人電話號碼 已經被黑客盜取 放在一個美國網站出售 有記者就嘗試 將網站顯示的卓偉斯電話號碼 加進自己手機的電話簿 然後WhatsApp的profile break 就顯示一張 是卓偉斯去年聖誕節拍攝的相片 今次報道裡沒有提及 美國網站的名稱 但就說這個網站的瀏覽費用 是每個星期6.49英鎊 即大約50多元港幣 網站也聲稱 擁有過去十年 因為網絡攻擊而被偷的文件 數目多達140億份 報道又說私人電話號碼 愛斯基官員 包括採商關號廷 國防大臣華麗士 愛雙其詹明 內政大臣柏菲文 而工黨的黨魁 斯基賢等7名影子內閣成員 據聞也都在那個名單裡面 英國政府就拒絕評論這篇報道 但有一名發言人就透露 政府已經知識網站的存在 而當中大部分的數據都是很舊 而且是不正確的 英國政府發言人強調 英國政府重視網絡安全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也都會協助企業和個人 保護他們的個人信息免受威脅 下一則新聞 英皇查理斯三世著力精簡皇室 而每日有報報道皇后卡米拉 將會廢除英國皇室 百年來的一個傳統 就是廢除宮廷女士臣這個職位 消息說皇后卡米拉想實行皇室現代化 而她本人只需要兩名秘書 協助處理日常事務就可以了 英國每日有報說英女皇身前 有七名女士臣 他們除了協助英女皇 處理私人信涵 安排日程 家族會議之外 更會陪同英女皇出席公開場合 女士臣需要對皇室完全忠誠 以及要取得英女皇的信任 而這種工作其實是沒有薪的 長年都是由貴族 或皇室內部女性擔任 當中有不少人 更是出身貴族世家 而且是有封號 報道說由於宮中的女士臣 多數已經達到退休年齡 皇后卡米拉認為 這個制度應該有所調整 所以她將女士臣歸類為助手職位 減少皇室員工 其實卡米拉在與查理斯結婚時 就已經開始聘用兩個私人秘書 分別叫Amanda和Joy 報道說她們兩個人的表現都非常出色 和非常忠誠 不單止為卡米拉安排所有活動 而且在必要時擔當女士臣的職責 例如陪同出席公務和收集鮮花等等 而卡米拉認為擁有更少的工作人員 是與時俱進的表現 符合查理斯精簡皇室的希望 卡米拉現有的工作人員在將來 將會擔任更多傳統女士臣的職責 考慮到卡米拉過去一年 親自讚寫多達2000封信件 未來需要處理的信件數目也會增加 所以卡米拉日後或增聘員工 另一方面在燕王查理斯三世登基後 大仔威廉王子莫豐維 威爾斯親王和康玉爾公爵 更繼承了康玉爾公國的大量領地 永生為大地主 英國君主的大仔 按傳統會獲得康玉爾公爵 以及繼承康玉爾公國的 大約13萬英畝的土地 威廉已經繼承了價值3.45億英鎊的康玉爾公國 雖然他無權出售公國的資產來牟利 但每年都可以透過收造 賺取一筆可觀的收益 每年淨收入估計達到2100萬英鎊 而查理斯三世早在80年代以康玉爾公國的名義 購入了格洛斯特郡海格洛夫的一間鄉郊別墅 而查理斯簽訂了長期租約 威廉繼承康玉爾公國領地和資產後 每年會獲得他父親查理斯繳交大約70萬英鎊的租金 另外查理斯三世今天到訪蘇格蘭 在英雷王伊麗莎白熱誓哀悼期完結後 首次到訪蘇格蘭 神村蘇格蘭群的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 抵達鄧伐武林市政廳外面 首席部長施亞晴都在迎接 查理斯三世和在場民眾握手發表演講 標誌著鄧伐武林成為蘇格蘭第八大城市 鄧伐武林曾在中世紀在蘇格蘭王國首都 燕雷王今年5月已宣布當地獲得城市地位 今次舉行儀式正式頒授 查理斯三世其後轉到愛丁堡荷里路德宮 接待300名來自英國南亞瑞社區的賓客 下一則新聞 英國由10月1日開始 食物零售店、百貨公司、便利店和超級市場 都不可以在當眼位置 即入口和收銀機附近的地方 擺放高鹽、高糖、高脂的三高食物 包括添加糖分汽水或其他飲品、薯片 即食早餐穀物、雪糕、乳酪、蛋糕、朱古力等製品 鄧伐司也食用於中至大型商店 只要店面面積大過2000平方尺 即185平方米就要接受規管 在收銀桌方圓2米以內的範圍 不能擺放任何受規管的食物 主要通道的進投也不可以 今次的新措施也適用於網上商店 網頁上分類一欄不受限制 但首選的這一欄就不可顯示那些受規管的食物 也不可以有關於這些食物的宣傳提示 或者字眼 鄧伐司主要是針對那些不健康的食物 希望民眾可以減少食那些食物 有調查發現英國有28%的成年人有肥胖問題 其中36%超重 異痛肥胖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10至11歲組別人士當中就有接近41%是屬於超重 本來英國政府是打算針對那些不健康的食物 禁止進行買一送一等等的推廣活動 但鑑於現在物價上漲民眾生活成本增加 所以相關的措施會延期到明年10月才推行 另外禁止晚上9點前播放垃圾食物電視廣告的規定 亦都會推遲去到後年才實施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見識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沒錯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驚發 我認為 裝作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